避暑 老舍 英美的小资产阶级 到夏天若不避暑 是件很丢人的事 于是 避暑 差不多成为 离家几天的意思 避暑了 与否到不在话下 城里的人到海边去 乡下的人上城里来 城里若是热 乡下人干嘛来 若是不热 城里的人 为何不老老实实的 在家里歇着 这就难说了 再看海边吧 各样杂耍 似赶集开庙一般 男女老幼吵吵闹闹 比在家中还累得慌 原本属无须避 而面子不能不圆 夏天总得走这么几日 要不然便受不了亲友的盘问 谁也知道 海边的小旅馆 每每一间小屋 睡大小屋口 这只好尽在不言中 手中更宽裕的 讲究到外国来 这更少与避暑有关 巴黎 论天比伦敦热得多 而巴黎走走 竟体面不小 花几个钱 长些见识 受点热 也还值得 可是咱们这儿所说的人们 在未走以前 已经决定好 自己的文化比别国高 而回来之后 只为曾高在亲友中的身份 刚由巴黎回来 那群是法国人 到中国做事的西人 自然更不能忘了这一套 在北戴河 有三家凑另一所小房的 住上两天 大家的享受 正如眷里的羊 自然也有很阔气的 正是去避暑的 可这样的人 大概在哪里 也不见得感到热 有钱呀 有钱能使鬼推没 难道不能使 鬼做冰淇淋吗 总而言之 都有点装着玩 外国人装算 中国人要是不学 便算不了摩登 于是 自从皇上被免职以后 中国人也讲究避暑 北平的西山 青岛 和其他的地方 都和阳前 有同样的响声 还有特意到天津 或者上海玩玩的 也归在避暑的向下 谁受罪谁知道 鼠 从哲学上讲 是不应当避的 人要是把鼠都避了 老天爷还要鼠干嘛 农人要去避鼠 粮食可还有吃 再退一步讲 手里有钱 鼠不可不避 因为他鼠 这自然可以讲得通 不过 为避鼠而及的四脖子汗流 便大可不避 到避鼠期而闹得人仰马翻 便根本不如在家里和谁打上一架 所以 我的避鼠法便很简单 家里蹲 第一 不去坐火车 为避鼠而先坐念四小时的特别热车 以便到目的地去至上突下线 我就不那么傻 第二 不扶老邪幼去玩悬 比如上山 带着四个小孩 说不定会有三个滚了坡的 山上空气的确清新 可是下的山来 孩子们都成了瘸子 这也和教育宗旨不甚相合 即便是没有摔坏 反正还不下一身汗 这身汗哪里出不了 单上山去出 第三 不用搬家 你说 一家大小都去避鼠 得带多少东西 即使出发的时候力求简单 到了地方 可就明白过了 啊 没有给小二代乳瓶了 买去吧 该买的东西太多了 三叔的雇员杆望下了 此处没有卖的 而不贴 则三叔就亵渡 得发信 托朋友寄 之际 东西都慢慢买全之后 也该回家了 往回运吧 有什么可说的 一个人去自然简单些 可是你留神吧 你的手气还没落下去 家里的电报就到了 急速回家 赶回来吧 原来没事 只是尊夫人不放心你 本来嘛 一个人在海上溜 尊夫人能放心吗 他又不是没看过美人鱼的照片 大家去 独自去 都不好 最好是不去 一动不如一镜 心静自然凉 况且 一切应用的东西都在手底下 凉洗 竹枕 菩萨 烟卷 万盈定 小二的乳瓶 要什么伸手记得 这就是个乐子 渴了有绿豆汤 饿了有烧饼 焖了念书 或做两句诗 早早的起来 晚晚的睡 到了上午再补上一大脚 光脚没人管 吃背也不伪张 唱几口随便 喝两钟也行 有风便凉衣下坐着 没风则擒扇着 鼠也可以避了 这种避鼠 有两点不舒服 一 没把钱花了 二 怕人问你 都有办法 买点鼠药 送苦人 或是赈灾 即使不是有心积德 到底 钱是不必非花在倾倒不可的 至于怕有人问 你可以不见客 等秋来的时候 他们问你 很可以这样说 老没见 上墨干山住了三个多月 如果能把孩子们嘱咐好了 或者 不至于漏了底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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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